今天到警方那边报案是为了什么 其实因为先前我就已经有就是在乘坐车辆的时候有被跟车的情况 那一开始当然也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但是有经过一些包含像是单行道测试或者是绕湾路边停车等等测试 那也是确定说对方的车辆是持续来去做一个跟踪 那我在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也有下车那尝试着想要跟这个车辆来理解一下发生什么状况 但因为后来他就开走了那我当时就有去警局备案 那今天是又有遇到就是大概晴天的时候在晚间 那比较晚的时候因为车上就只有我跟女生的注意 那因为比较晚那又行进一些比较偏僻的道路 那又发现有这样子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跟车的状况 那同时也是再度做了一些测试确定对方的跟车情形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后来其实我们也是在收证之后 我们也今天到警察局先做一个备案 那这个部分我们并不确定对方是什么样的意图 单纯只是为了说确保一下说在这个人身安全上面是没有一些状况 所以才会跟警察局来寻求说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先做一个备案 那也不知道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意图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希望警察局能够协助我们来了解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在选举的最后几天 其实人身安全我想都是大家平常非常重视的 那因为有时候其实行程上也是会有一些想说就是女性助理 所以也会比较担心这部分这样谢谢 好谢谢大家 知道跟车的对象是谁吗 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只有知道就是他的车牌车号 就是还有包含他的车型等等 对那因为警局的就是警察也是有跟我们提告说就是因为第一次我在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是有就是下车 那去想说要去做这样子的讨论对但是警察是说不能都这样做 因为可能他会有对方车上有武器或什么会比较危险